美国威斯康辛州黑人布莱克被警方连开七枪 再次点燃了美国人对种族不公的怒火 抗议活动死亏复燃 首都华盛顿也爆发了大规模反种族主义游行 几名黑人受害者的家属和集会者 聚在一顾黑人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 发表种族平权演讲的地方 要求移开压在黑人脖子的膝盖 呼吁停止警察暴力 成千上万人在美国华盛顿林肯纪念堂外 呼喊的不是黑牛解放者林肯的名字 而是早前遭警方暴力致死的黑人男子福洛伊德 他们高举的横幅写着 我的肤色不是罪 57年前 美国已故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 就在这里发表著名演讲 我有一个梦想 为黑人种族平等呐喊 半个世纪后的今天 马丁路德金的梦想没有实现 支离破碎的美国社会 距离种族平等仍遥不可及 马丁路德金的后代 在这场游行集会上 严厉谴责种族暴力 强烈呼吁警务改革 年仅12岁的孙女 尤兰达雷尼金更食言 会实现祖父的平权梦 我们将会变成了 我们将会变成了 这场游行集会的主题是 让你的膝盖离开我们的脖子 指的就是今年五月被白人警察跪在脖子致死的弗洛伊德 弗洛伊德的家属参与这场集会 呼吁众人为牺牲的黑人发声 而近来遭警方连开七枪的布莱克 他的家属也呼吁美国人站起来 对抗社会上的双重制度 There are two systems of justice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re's a white system and there's a black system The black system ain't doing so well But we're going to stand up Every black person in the United States is going to stand up We're tired I'm tired of looking at cameras 除了弗洛伊德与布莱克之外 其他死于警方暴力下的黑人死者 他们的亲人都聚在这里 为白白丧命的罪欠大声疾呼 不过 美国在疫情肆虐期间 接连爆发示威抗疫活动 令人担心会成为病毒的温床 譬如这场游行集会 由于人数过多 参与者除了自行佩戴口罩外 测量体温等防疫措施都被迫放弃 警方暴力下的报告